高血脂不能吃土豆,真的吗? 血脂异常怎么办,一次性告诉你。 据统计,2023年我国血脂异常人数已超过两亿。 高血脂不仅影响生活质量,还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 这种病症的隐蔽性使其成为许多人健康之路上的潜在危险。 然而公众对于高血脂的认识往往局限于对高脂肪食物的忌口。 对于某些素食的摄入却缺乏足够的警惕。 事实上,一些看似健康的素食,如土豆,也可能成为高血脂患者的饮食陷阱。 土豆富含维生素C、钾、维生素B6还有膳食纤维,这些都是我们身体需要的重要营养素。 特别是维生素C,这可是强大的抗氧化剂,能够帮我们抵御自由基,保护细胞不受损害。 而钾元素呢,它有助于我们调节血压,维持心脏的健康。 维生素B6对于蛋白质的代谢和神经系统也极为关键。 但是对于高血脂的朋友来说,土豆就像是个双刃剑。 虽然土豆本身并不含有高脂肪或胆固醇,但其高淀粉的特性在体内会转化为葡萄糖。 这样一来,血糖和血脂水平就可能受到影响,尤其是油炸土豆条或土豆片,那高油脂的烹饪方式会显著增加血脂。 这对高血脂的朋友来说,绝对是个大忌。 那怎么办呢? 咱们完全不用将土豆从饮食中剔除。 关键在于选择健康的烹饪方式,比如蒸、煮或者是烤。 这些烹饪方式不仅能够帮我们保留土豆中的大部分营养成分,而且还可以避免摄入过多的油脂。 比如说,蒸土豆几乎能保留其所有的维生素和矿物质,而烤土豆则提供了一种低脂、美味的选择。 除了注意烹饪方式和控制食用量,高血脂患者还需要关注整体的饮食结构。 高淀粉的食物,像是白米饭、面条和面包,同样需要适量摄入。 而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,如全穀物、豆类和蔬菜。 对于降低胆固醇水平和改善血脂状况都有帮助。 适量的不饱和脂肪酸也是必不可少的。 像是鱼类、坚果和橄榄油等都是很好的选择。 高血脂简单来说,高血脂就是血液中的脂肪主要是胆固醇和甘油三脂超标了。 这种状况分为两种,一种是原发性高血脂,通常是因为遗传因素。 家里有人有着毛病,那你可能也逃不掉。 另一种是激发性,这可能是因为其他病症如糖尿病。 肾病或者甲状腺功能不全导致的。 特别提一下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,这种病是因为肌烟里有问题。 造成身体里的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,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坏胆固醇特别高。 这直接就加大了患心血管病的风险。 而其他导致高血脂的疾病,比如说糖尿病。 那是因为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或者胰岛素不够用。 导致脂肪代谢出问题,肝油三脂和坏胆固醇水平就飙高了。 肾病综合针患者因为肾功能不佳,蛋白质丢失过多。 肝脏就得加班加点生产更多脂蛋白补救。 结果血脂也跟着上涨。 还有甲状腺功能减退,甲状腺激素不够, 新陈代谢减慢,脂肪就消耗的少,自然也就累积的多。 高血脂通常在体检或因其他健康问题就医时才被偶然发现。 它悄无声息地侵袭我们的身体,而我们却往往浑然不觉。 不过也有一些警示信号值得我们关注, 比如黄色瘤、早发性脚膜环以及眼底的变化。 这些可能看似无害,但实际上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的警报。 黄色瘤通常出现在眼颜、肘部或膝盖等部位。 呈现黄色或橘黄色斑块。 这是脂质在皮肤下沉积的结果。 而那些在40岁以下人群中较为常见的角膜边缘灰白色或白色环状物, 及早发性角膜环也是高血脂的一种外在表现。 至于眼底检查,能够揭示视网膜动脉硬化和黄斑变性等问题。 这些都是高血脂对眼部血管的直接影响。 更严重的是,高血脂还会引发动脉周样硬化。 这种状况会使得血管壁内的支质沉积,形成斑块导致血管狭窄甚至硬化。 这不仅会增加心脏病,心脚痛和心肌梗死的风险,还可能引起脑促众。 根据中国心血管病报告,中国有超过两亿的血脂异常患者, 而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自己的风险。 这种状况的危害不限于心脑血管系统。 急性一线炎就是由于肝由三指水平过高导致的一种严重炎症, 而脂肪肝则是因肝脏内过多脂肪堆积造成的, 长期下去可能演变为肝硬化。 确诊这个状况其实很简单,通过一次常规的血脂检查就能知道结果。 医生通常会检查几个指标,包括总胆固醇, 肝由三指、高密度脂蛋白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。 具体来说,如果你的总胆固醇超过6.2毫摩尔每升, 或者肝由三指超过2.3毫摩尔每升, 又或者坏胆固醇超过4.1毫摩尔每升, 那么你就可能被诊断为高血脂。 当然不是只有一个指标高就一定是高血脂, 有时候可能只是某一个指标超标, 其他都正常,这也是需要注意的。 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, 这些标准可能会有所不同, 但大体上,这些测试就是判断是否高血脂的依据。 这个病听不见也摸不着, 很多时候人们甚至在没有任何明显不适的情况下就被诊断出来。 但别小看了它, 高血脂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关系密切, 长期高血脂可能导致动脉硬化, 甚至引发关心病,脑促中这些大病。 治疗高血脂不只是吃药那么简单, 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调整。 咱们得从两方面入手, 一是生活方式的改变, 二是必要时的药物治疗。 先说说生活方式的调整, 这基本上是每个高血脂患者的必修课。 调整饮食习惯是关键, 要减少那些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摄入。 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, 像是水果、蔬菜、犬骨物和豆类。 这些食物不仅可以帮助降低坏胆固醇, 还能提高好胆固醇的水平。 同时减少高糖和高脂肪食物的摄入, 限制酒精消费也是非常重要的。 接下来是增加体力活动。 不少研究都显示定期的有氧运动, 比如快走、慢跑或游泳, 可以有效地降低血脂水平。 这样既能控制体重, 也有助于改善血脂状况。 如果单靠生活方式的调整效果不佳, 那就可能需要药物治疗了。 目前最常用的降脂药物是他听类, 它通过抑制肝脏内的一个酶来降低胆固醇的产生。 除此之外,还有贝特类药物和烟酸, 这些都是用来降低血脂的常用药物。 对于那些无法耐受他听类药物的患者, 酒一之际就成了一个新的选择。 这种药物通过一个不同的机制来降低血脂, 对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非常有效。 当然,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, 治疗高血脂不可能有一套固定不变的方案, 这就需要医生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来制定个性化的治疗计划。 无论是饮食、运动还是药物治疗, 最重要的是要持之以恒, 这样才能有效控制高血脂, 减少由此带来的健康风险。 想要远离高血脂、戒烟和限制酒精摄入对预防高血脂尤为重要。 吸烟会损害血管内的细胞, 促进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氧化, 进而加速动脉硬化的过程。 而研究也表明, 戒烟后血液中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会显著提升, 从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 至于饮酒, 适量可能有一心脏, 但过量则完全是另一回事。 它会提高肝油三脂的水平, 对身体产生不利影响。 定期体检也是防止高血脂的一个有效手段, 特别是对那些有家族遗传史或其他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的人来说, 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血脂检查显得尤为重要。 通过定期检查, 我们可以及时发现血脂异常, 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。 控制心理压力和保证足够的睡眠也是保持心血管健康的重要环节。 长期的精神压力可能会打乱体内激素的平衡, 影响血脂代谢。 实际上, 通过冥想、瑜伽或是深呼吸等方法减压, 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放松身心, 还能够维护心理健康。 而关于睡眠, 研究指出每晚保证7到8小时的高质量睡眠, 对于维持正常的血脂水平极为有益。 在饮食方面, 适当控制高胆固醇食品的摄入, 如动物内脏和蛋黄等, 能有效帮助控制血脂水平。 同时, 增加抗氧化剂和Omega三脂肪酸的摄入, 也是调节血脂, 预防心血管疾病的有效方法。 抗氧化剂可以在水果、蔬菜、 坚果和绿茶中找到, 它们帮助减少体内的自由基生成, 保护血管。 而Omega-三脂肪酸, 则是在深海鱼类、 亚麻紫油和核桃中含量丰富。 这类物质具有显著的抗炎和降血脂作用。 通过这些全方位的生活调整, 我们不仅能有效预防高血脂, 还能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。